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 短期呢 那就很难讲 千万不要认为 短期人民币就会涨 而且会不停的涨 没这回事 因为前一阵子欧元对美元才跌破了1比1.2 对不对 那如果说欧元在人民币的一篮子 货币当中它所占的比重 如果超过美元的话 那你说人民币是升还是涨呢 是升还是扁呢 那有可能就是扁了 所以这种情况 我在这奉劝那种 喜欢做外汇短期操作的投资朋友们 你们就要特别注意了 你们千万不要认为 人民币 没有错 它是放宽了 是 它第一个 它是放弃了 放弃了紧盯美元的联系汇率的政策 这是第一 第二 它那个也 同时也放宽了人民币的涨跌幅的限局 是 同样的 它的风险也增加了 所以 我在这节目当中 我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 千万不要搭上了反方向的车 它要升 结果你买扁 它要扁 结果你买升 这就跟股市做空做多是一样的 明明大盘是空 你偏偏要做多 那你再会做 你也得赔啊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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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 所以人民币的这种情况 各位就要非常清楚了解 但是刚才我们主持人有提到过 那人民币它现在政策开放了 那对于台湾 对于台股的影响 那当然是长期利多啊 这个完全不需要怀疑 我先讲台股 所有的大陆市场的内需股 通路股 全部 全部会大涨 是 购买力增强嘛 对 对 对不对 大陆的内需市场起来了 是 那你说大陆人发 统一 康师傅 旺旺 他们会怎么样 发到死啊 是 那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他已经 他已经在大陆的内需市场 占有一定 占有一定市场份额的情况之下 那你人民币在一升值 然后劳工 待会我们会提到 劳工在一加薪 哇 一下子口袋里的钞票 马上变得值钱了 是 是 是 不但变多儿 而且变得值钱了 对 对不对 那在内需市场 所谓的中国概念股 台北的所谓的股市里头 所谓的中国概念股 当然就受影响了 所以是收人民币的 对 尤其是做人民币生意的 对 对不对 那他赚不赚全是一回事 他首先 他每日 每天的收入就是人民币 对对对 对不对 光人民币 这就有点回归到大概八十 那个大概 这个二十世纪的七零年代到八零年代 那种美元那种强势 你只要持有美元 你只要是赚美元的 你就是赢家 因为美元本身 他代表说 他所代表的美元资产 他会不断的升值 是 对不对 你不必做什么 你放置在家睡觉就好 是 是 是 对 对不对 你就自然争执 对 就是情况是一样的 是 那好 那台北 我可以提醒你们 航运股 台湾的观光股一定涨 观光客 现在正在举行两岸论坛 人家已经讲了 国台办主任王毅也已经说了 今年大陆客来台湾会出破一百万人次 他们带的是人 他们来台湾花的是人民币 是 是 是 对不对 而人民币一再成为强势货币的话 他在台湾花起来好用嘛 对 花起来好用 那他就尽情的花 花钱是一种感觉呀 对不对 那你说 对我们来讲 是好还是不好 当然会引起热钱 重新进入亚洲市场 重新进入大中华市场 不过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这是 瑕不隐于的结果 是 对不对 那热钱进来 当然是想赚一票 对 赚不赚得到 赚一票 是想赚一票 想是怎么想 赚不赚得到 那是另外一回事 是 是 是 对不对 人家而且现在 中国政府又不是凯子 他们怎么可能会想不到 那个不做防范呢 对 对 对不对 中国共产党金的跟猴一样 你想 想在他兜里头捞钱 真难 我告诉你 是 是 是 我那个 有个问题想请教 就是说 现在我们工资一边上涨 又要提 如果汇率又涨上去的话 有人说 对中国大陆的出口 一些产业会有影响 甚至会输一些新兴有家 就您的看法 是可能吗 影响会有 对 我没有拿 我没有拿中国共产党的公关费 我用不着替他说什么话 是 但是有一点 影响不至于很大 第一 他原来的工资就偏低 对 原来的工资就偏低 对 当他在出口的时候 为什么 曾经在前两年 就是金融海啸发生之前 是 或者还有金融海啸发生之后 对 还有人把金融海啸发生的 罪亏 那个货因 架祸到中国头上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 是 你的储蓄力太高 哎 节省还成了罪恶了 在这种 在这些经济学家的嘴里 你说 这无法接受的 对 好 第一个你储蓄力太高 第二个 你的东西太便宜 是 中国政府向外输出 大量输出 通货警诉 是 为什么 你太便宜没了嘛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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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